看一下这个地方 数据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年月日小时候它是分开的 对不对 大家可以发现 它是每个一个小时进行的一个统计 我刚刚那时候 大家看这几个PM PM 大家有看出来它是什么吗 它是一个地名 东四 东四环 还有龙展馆 这三个点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北京的PM2.5的监测点 这每个监测点的统计到数据 然后直接就在上面了 你得理解吗 大家看到深圳应该也有很多 就是那种大摩托上的洒水车 那洒水车比较有意思 它不是往地上洒的 它是往空气中洒的 喷出雾喷出来 看过那种车吧 那大家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吗 就是为了降低PM2.5的 它因为是喷的是雾出来嘛 它可以把空气中的那种悬浮颗粒 让它变重 变重之后它掉下来了 那空气中的悬浮颗粒就小了嘛 那PM2.5这个值不就低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之前不是有新闻 有那个微博爆料 就是说有的这个喷雾车 喷水车 专门对着那个监测点的 那个设备在那儿喷 有看过这种新闻吗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看过一次 在北京的时候 对着那个设备在那儿 不停地喷 它哪也不去 就喷那个设备 所以就可以让它这个PM2.5特别特别低 对吧 还给人在造假 之前在深圳 就是在这边前段时间 也看到出去的时候 看到路上就有那种喷水那种车 然后往上面喷的 我刚开始还以为它是在喷树叶子 我在树叶子上面灰太多了 喷一喷 后来他想了想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对吧 然后呢 最后面呢 还有一个PM2.5 post 就是在美国 它发布出来的中国的PM2.5的情况 这四个 前面三个呢 就是中国在北京的 当前打开的是北京的这个数据 对吧 这是北京的三个的地方的PM2.5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以美国这个为准 来看一下它统计出来的 这个PM2.5的情况 随时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下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 这个时间呢 和我们之前的时间呢 它格式不太一样 所以下面呢 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方法 来把这个时间做起来转化 转化成我们常见的 熟悉的这种时间的 DataTime类型 或者说时间的字不串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 这个Period Index 这个方法 前面我们学习的Data Range呢 或者说DataTime Index呢 可以理解为一个 时间戳 它是一个点 那么Period Index呢 可以理解为一个时间段 看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对不对 Period是一个段 那这个段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怎么得到这样一个时间段呢 我们需要给它传一些参数 就拿当前这个Data Frame为例 我们可以给它传什么呢 传Year Month Day Hour 传进去之后呢 我们给它指令一个频率 比如说 Freq FREQ 对于大H 大H呢 大家都知道 表示是小时 对吧 表示小时之后呢 由于刚刚我们也是进去的小时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 Data里面的 就是我们这里的 Data Frame 对不对 对应的 Year这一列 Month这一列 Day这一列 还R这一列 传进去之后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 生成这样一个Period 我这里是个变量比较嘛 对不对 生成这样一个时间段 然后时间段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拿刚刚我们打开的 这样一个Data Frame为例 我们去看一下 当我们调用了PT点 Period Index 这个方法之后 看它得到结果是个什么样子的 然后对应的 看一下 它能够有什么操作 然后呢 我们能够知道 它能够对那帮助我们解决当前这个问题 首先也是一样的 PT点 叫Period Index 对不对 Period Index 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把Year谈进去 Yar等于什么呢 当前这个DF的year这个页 对不对 然后DF取year 这小写 然后呢 还有month 对吧 等于也是一样的DF month 还有day 对吧 DF day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这个hour 等于 等于DF的hour 然后呢 给它这个F2EQ 只在一个频率 就等于大H 那么我们用一个 Period的这个变量来接受一下 然后呢 我们Print一下这个Period Period 然后呢 我们打印它的类型 看一看它是个什么样的类型 叫数据 跑下听讯看一下结果 这个地方呢 报了一个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month写错了 对吧 M-O-N-T-H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数据呢 看起来 和我们之前样子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它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是这样一个Period Index这样的类型 那这个类型 大家可以想一下 集合我们前面的 所学的支持点 前面这个地方 所学的支持点 如果说我们想对它 进行这种重采样的操作 我们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首先第一步 是把它作为索引啊 把它作为索引之后 我们才能够 做后面的这样一个 Resample这个方法 对不对 调用这个方法 那么这是在前面的 我们是这样一个 DataTimeIndex 这个属性的手术 这个样子 那么当前呢 如果它是一个 PeriodIndex的时候呢 它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们两个 为了区别在哪呢 为了区别就在于 我们构造这样一个 时间内型的方法 不一样 一个是我们使用 DataRange 这种方式的构造 以这个是呢 我们使用 PeriodIndex 这个方法来构造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呢 在DF里面 添加引力 DF 比如说我们就叫它 DataTime 之前 我们的这个DF里面 有DataTime这一列嘛 是没有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来加一列 就叫Period的 那么在这里呢 也是一样 注意的是 当前这个DF里面 它的 所以呢 必须是从0到最后的 对不对 比如说当前是 10万条 那么必须也是从0到10万的 对吧 那当前这个Period的 也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添加一列之后 我们看一下 DF 它的head10 看一下签十列 是什么样子的 对比一下和这段区别 是不是多了这样一列数据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从0点 从0点对吧 到1点 2点 3点 4点 5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前每一条数据呢 代表是一个小时的数据 对不对 是吧 当前第一条代表是0点的数据 第二条代表是1点的数据 第三条代表是2点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刚刚我们做的这个事情 是干什么呢 我们在那里写一下注释 他做的事情就是把 分开的时间字符串 时间字符串 通过Period 我们做的 的方法转化为Handas的时间类型 时间 好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干什么呀 把DataTime 干什么呀 是不是设置人索引呀 设置为索引 设置为索引 那这个设置人索引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我们之前已经叫df.setindex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把DataTime这一列传进去就可以了 DataTime 那么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签下一个参数 让它实现原地修改这个方法 对不对 inplace改为true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df 相当于锁引设置好了 设置好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或者出五个城市的PM2.5 所以时间的一个变化情况 我们现在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或者出一个城市 和我们或者出五个城市 其实差不多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要怎么做呢 我们有两种思路 这种思路 我们直接把当前所有数据汇设置上去 对吧 把它作为x轴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样一个 us post这一页的数据 作为我们的这样一个歪轴 对那值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吧 那么或者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DataTime 进行一下这个 降采样的过程 把它图计是什么呢 当前它是每个小时 图你的一次结果 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每一天图你的一个结果 然后重新的来 汇计一下这个图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最简单的开始 最简单的开始就是 当前每个数据 假设它是一个点 对的值 然后能把所有点 全部汇设置上去 我们也不做任何的 降采样的过程 那么在这中心 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us post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nan这种值呀 有nan这种值 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 相当于处理 确实数据啊 确实数据 那么在当前这个地方 确实说 我们就是要的是 pm us post 这些数据 但是它里面呢 有nan的值 对于这种类型呢 确实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思路其实就两种 一种是把它删了 一种呢 填中一个均值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变化情况 我们在这里给它 添加这个均值 大家看一下合适吗 好像不是特别合适 对不对 而且大家看到 前面这很多一大片 都是m us 我们给它填充均值的时候 给它填充 比如说 今年是2017年 对不对 我把2017年的均值 填上到2011年里面去 可能这个效果来 并不是特别好 对不对 年份都不一样 月份也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呢 遇到这种确实值的情况下 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样子呢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删了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取平均值 当前这一天的平均值 或者当前这一个月的平均值 对不对 把它填充到NNN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的呀 这个地方大家能够理解吗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先直接把它删了 删了之后呢 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图 然后呢 下一次 下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去 比如说 当前直接把它删的时候呢 我们统计是按小时候来进行统计的 那么先画这个图 画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按月份来进行统计 然后呢 它的结果又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现在小时候的统计 就是我们要处理确实数据 就是要删除确实数据 删除确实数据 那这个删要怎么删呢 我当前删的只需要是 pm-us post 这一页 这一页为什么呀 为NNN的 这块的内容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要删除 整个数据里面 pm-us post 这一页为难的呀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其他列也有 也有NNN的值 对不对 但是其他列有NNN的值呢 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要管的是 当前这一页 是不是 有个人想 我们可以当中拿出来 对不对 那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可以当中拿出来呢 因为当刚 我们已经设计了 所以设计成DataTime了 如果我们单纯的 取pm-us post 这一页出来 大家可以想一下 它是一个 带标签的数组 对不对 这个时候标签是什么呀 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时间呀 就这笔时间 我们可以先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print一下 df 就单纯的取us pm-us post 这一页 不是写错了 小个T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数据中间 大家看到也是有 写明号在中间的 所以它是没有产生完整 没有产生完全 从1月1号的 大家看到22点 前面是为NAN的值 对不对 但是后面呢 好像就变得比较 完整了 对不对 看见没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就要删除这一页 删除这一页 操作也是非常简单 直接做个NA就好了 对不对 df 然后取到这一页 p 我们把它复制过去 这样做个NA对不对 就好了 这地方由于它是个series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指定 它的行啊 列什么的 对不对 我们直接删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 我们让它叫做 data 等于data之后呢 我们再对这个data 能做一个绘图的操作 拿画图 下面再写一下注释 那画图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一样 要准备x准备y 对不对 那-x等于什么呢 data的index 对不对 那-y等于什么呢 Values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也是一样 from not prolnib import什么呀 pyplot or plt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plt点figure 对不对 然后figure size 等于28 然后dpi 对吧 80设置一下 那么在plt点 干什么呢 你们要看变化 是不是plot呀 或者折现读就可以了 那就是range n-x 对不对 然后呢 把-y传进去 然后呢 我们要plt的xt 对不对 xtxt写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直接写任击嫩的话 为什么呀 因为数据会非常非常多 对不对 是不是数据会非常非常多呀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取下步场这种操作 对不对 那取下步场怎么取呢 我们任击嫩 它是从0开始的 对吧 写个0 然后呢 后面取个步场 比如说 我们取个20 先看一下 效果是什么样子 在这里也取下20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对 这前面是range的取步场 后面是逆表取步场嘛 对不对 我们在plt点售 所以比较慢对吧 往往来说呢 会是比较慢是哪个地方呢 xtxt这个地方会比较慢 其他地方其实都是比较快的 我们把tick注视掉 我们先看一下 但是这个图形是什么样子 来看一下 是不是数据非常非常多呀 数据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虽然我们画了折线图 但看起来像什么呀 看起来就像条线图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清楚 当我们把这样一个变化情况 汇出出来的时候 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看出来 这样一组数据 对不对 或者看起来非常不方便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 没有两个呢 就之前会的这一个 大家看一下这是时间 所以都是混到一起了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大家进行一下 重采样呀 降采样 之前我们统计是每个小时的数据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按天 按月来进行统计呀 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呀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稍微改一下 改哪个地方呢 塞了index之后 我们对这个df呢 进行 降采样 那就df.resample对不对 resample我们按照月份来进行统计 那么这个中间的每月里面的数据 我们怎么办呢 是不是算下平均值就好了呀 每个月里面的pmr.5 它的数据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可以算下平均值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我们把它重新等于df 那等于df之后呢 也是一样的 后面重新缺失 但我们应该能够知道 后面这个地方应该是不会有缺失的 因为我们已经按照月份算了平均值了 对不对 遇到ndex的那些地方呢 它是不会把ndex删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均值 这一步可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哈 我们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来把它的xx后 xx来设置一下 这里呢也是取二指令的不长 来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地方呢 这个时间出了估计也是会特别多 所以可能也是会有重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按照这个月份来进行这个重彩量求 发现了好像太稀疏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里按照天 对来进行这个统计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按照对来进行统计 这个跟不长没有关系 不长值我们在x9上 汇取出来那个刻度 这稀疏程度 对不对 我们按照天呢 也是非常多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办呀 按照七天嘛 七天不就一周吗 resamble7d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时候是不是差破了呀 看起来比之前要清晰一些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x的刻度 给它设置好一些 对吧 x的刻度 什么设置好一些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先来打印一下这个tf的长度 看下它一共多少条数据 然后决定把这个x走设为多少 对不对 3版 一是一条数据 那我们按照10这个不长 给它设置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是相当于设置 30个s主乱刻度 对不对 30个s主乱刻度 我毫不疑问 那这个地方应该也会重叠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添加rotation ro7ati1 对于45度 那45度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猜这个地方 x这个地方呢 解决会和之前一样 会怎么样呀 出现000这种东西在后面 对不对 那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那么重新对-s做一下操作 对不对 那么就是i4i1-s 对x呢 使用点strip time 对不对 那么里面就是什么呢 大y m 小d 对不对 做一下这个操作 重新来跑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 比较完美的呀 就这个样子 可能有同学有问题 这是我们统计的是 美国 他发出了这个报告 中国的PMN是什么情况 对不对 我们中国是有自己经济点的 对不对 我们再把中国 自己经济点的那个图形数据呢 一个拿出来的绘制一遍 看一下 换两个图形在上面 比较一下 这个美国统计数据 和中国统计数据团 有什么差异 那这个地方呢 中国数据在哪个地方呢 在 这个地方 我们用data China 等于df 还有印象吗 我们在这里打印一下 这个df的head 我们去看一下 是哪个字段表示中国数据 中国数据那个地方 有三个字段都是的 对不对 因为它有三个位置嘛 每个位置都有自己的一套数据 我们把它关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找一个PM东四这个为例 做下这个事情 东四是个位置 比较靠近天文广场 也是一样的 点JoboMate 那后面要绘图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要绘制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数据之外 我们还要绘制什么呀 还要绘制一次这个中国的数据 相当于之前绘制的是美国统合中国数据 对不对 那么也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 Y-X-China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做一个方法拿出来 是吧 这里呢 我们直接这样写 这样写的比较快一些 我们付Ie是什么呀 DataChina的Indemps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那么还-Y-China 对不对 -Y-China 等于DataChina.Values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呢 除了绘制这一次之外呢 还有plg.flot 怎么样 -X-China 那天下一个Nabel对不对 等于USPOST LBL等于CNPOST 那么天下个Legend对不对 plt-Legend lc等于Best 那再重新跑一下程序 现在这个地方呢 就有两个图形了 我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有些问题 对不对 就是 中国这个地方的数据呢 好像是有一些缺失了 对吧 为什么它有缺失呢 我们看一下 它好像东四这一块数据呢 到后面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取一下东四这一块的内容 然后看一下它 tale 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有缺失 还是我们做错了 对吧 tale tale20 看一下后20号 是不是真的是缺失 最后确实到2015了 对不对 在 2015年就结束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看它us post的空门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样说它确实有缺失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经济点到2015年的时候就没有再没有再用了 也是2015年大家发现没有 这地方也是2015 这地方也是2015 对不对 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个地方呢 出现的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 两个数据可能大小 它长度不一致 你解吗 就是比如说这-x呢 是美国同学的数据 和我们这里自己的pm 东斯post的数据长度呢 不太一样 比如说里面有特别多的缺失值的时候 那么它在进行做N1之后呢 它进行做N1之后呢 它的数据的个数呢 跟前面这个个数不太一样了 对吧 能理解吗 我们在这里不再进行做N1这个操作 再来看一下 它没到后面去了呢 没到后面 黄色就到后面去了 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一会显示前面那一部分 以后显示后面那一部分 还是这个的原因吗 不长没有问题对吧 还有这个是没有问题 index 我们在这里打一下 print一下 n-x 那-x 拆了 数据长度是一样的 数据长度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把-x拆了 我这里写的-x 它们两个x应该是一样的 虽然长度是一样的 可能他们没有对齐 也是这个样子对吧 问题在哪个地方呢 刚才跑到后面去了 找下爸爸 我把视频请教 可不兴 绿子